歡迎收看 剛剛說的那個就是標準的 因為它是狭場的 棺材 像棺材這樣子 那會怎麼樣 那種材會怎麼樣 你住進去之後 你開始身體會一直往下滑 而且體質比較敏感的人 他真的會頭腰 或者是會覺得不舒服 有些人會 但是有一類的人 就是他 像如果你是做演藝圈的 你住進去可能你會忘 真的假的 八大行業 對 就是八大行業的人 對 太少 太晚認識小木老師了 是 你只要跟那個聽 老師你很不早說 我們到底找得住 真的 真的 你們兩個 可不可以不要那麼語複好不好 八大行業是哪八大 八大像娛樂業 賭博 是 或做偏門的 做撈偏門的 酒店 對 酒店 PUB 那一些都算 好適合我們一家人 然後帶我有小孩 好煩 對啊 你先生做酒吧的 對不對 然後你本身又是個 你是什麼 你是演藝人 你是酒店 你是 你是 你是演藝人 其實 家裡面都是八大行業的 其實不多見 不多見 真的 對 一早小孩在賭博就沒問題了 對 喂 開玩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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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糖果 我說糖果 對不對 對 而且像五哥 像那種聲音很大聲 那個房子不要住 比如說人生頂肺 或者是有車流聲 那個叫 音薩 音薩太大 像高架橋有沒有 就是 像是夜市 所以音是聲音的音 音薩 那個人住久了 人會很不舒服 然後會煩躁 整個會很想 如果你遇到不如意 就會想死 就猶豫著 像一般來說的話 我就建議 觀眾朋友 住到這種房子有沒有 第一個 你採光一定要很亮 對 對 月亮 因為這是鬼魂 他怕這種燈照的東西 真的 我現在就是租一個 三面採光的 沒錯 是 他怕燈照 是 對 還有之後可以在家裡面 放一些艾草 艾草 艾草也行 端午節那個艾草是不是 對 因為艾草它可以驅邪避凶 是 它可以驅邪 你看我去看那個房子的時候 它有放 都是艾草味 真的 它都有放 有 如果沒窗戶的話 室內燈很亮可以嗎 可以 最好是要 滷樹燈 有溫熱的